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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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开始骗蓝语人 说要弄一个罐头工厂 结果放的是我们的核废料 然后一直到欧阳主委也答应我 他说如果以后要选址的话 他绝对会遵从法律 这个是我在94年跟欧阳主委说的 我跟他说 94年2月经历法院通过 总统公布了原住民族基本法中的第31条 很明显地写的是 政府不得违反原住民族意愿 在原住民族地区存放有毒的物质 然后我就问他了 我说请问一下 当你们这个设置条例出来了以后 还会不会把原住民地区 把它选为你们的场子 他告诉我说 我说你们会遵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1条吗 他说我们不会有所违背 这是欧阳主委讲的话 前几天我在教育委员会也咨询了我们的主委 那部长很显然你都不知道原基法的31条 对不对 然后再告诉你 原住民不止止31条 第21条也有民定规定 你们要在原住民的地区要做任何一事情 是必须征询并且同意原住民的 可是部长您知道吗 我们的台电 每一次选址都选在原住民地区地方去探勘 既然31条民文规定 是不可以放有毒物质在原住民地区 那么你探勘是什么意思 我就觉得探勘一 你浪费钱 二 你违反了原基法 请问部长 您的看法 是 我跟委员 我的了解是这样子 最后这个处置场要不要设在哪里 还是要当地一个公投的程序 这是你设置条例 原基法31条民文规定 政府不得违反原住民族意愿 在原住民族地区存放有害物质 讲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是在你们选址条例之前就通过了 为什么你们台电还弄什么五年的计划 偏偏选在原住民地区 然后要选址 部长 你觉得这是不是 一 浪费公堂 因为你选出来之后 民文规定是不可以放在原住民地方嘛 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钱去探勘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法律就是不准嘛 为什么部长你们还容许台电 一直在原住民地区 在那边去探勘所有的地方呢 是 我想 那个报告委员 我的了解就是他们要去找 各地啦 那我想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嘛 这个不容易找 又要地形 部长 请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 你们要不要守法 我们一定要遵守法 好 既然你遵守法律 你经济部是我们选址条例的主管机关 对不对 是 如果台电送任何一个计划到你们那边去 还要到原住民地区地方去探勘的话 你一定要否决 OK吗 那我可能就要看一下那个有没有违反那个意愿嘛 什么叫做违反意愿 原住民族 条例就告诉你们我们不要嘛 不得违反那个意愿 我们不要嘛 我们不要嘛 是 达人乡也不要嘛 花莲秀林乡的乡亲也跟台电抗议嘛 最后你们的台电还跟我们原住民花莲的乡亲杀猪道歉 然后封了那个井嘛 结果呢 现在南澳乡现在的乡长又到我的办公室来抗议你们台电嘛 所以部长 你是不是要 如果你说不得违反 是不是你告诉你的台电 告诉他说 你要探勘之前 麻烦先到原住民地区 先跟相公所 先跟我们原住民族直上一下 而不是你们静止去开动啦 是 我想整个 你可以在这边承诺我吗 部长 你要率先违法吗 不会违法 那报告委员 这边当然就说 不得违反原住民的意愿 那刚才您提到的 比如说有任何程序要进行的话 当然要跟当地的人士 那请问一下 现在有没有跟秀林乡的人有沟通 有没有跟南澳乡的人沟通 请问一下台电董事长 黄董事长来之前 他现在因为前次我看到他们那个报告 就说在南澳那边的探勘活动都已经停止了 我不要讲停止 我不要讲停止你们要不要道歉 部长请你回答我 黄董事长请你离开 部长请你告诉我 中华民国的公务人员要不要守法 一定要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已经停止了 我们先找到前面去 你有没有尊重法律 你有没有尊重21条 有没有尊重31条 既然没有的话 你是不要跟原住民道歉 因为你是主管机关 是 我们报委员 我可能就要 我可能就会 我会去进一步了解 你不要进一步了解 不要进一步了解 刚刚已经告诉过你了 刚刚已经告诉过你 已经停止了 停止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现在再往前问 有没有征询我们原住民的同意 这个我要问他们 请主席停止一下我的时间 麻烦一下 董事长 台电董事长 黄董事长 刚刚在你耳边 切切是以为那是谁 总经理吗 台电的总经理吗 不是 刚刚是和后端原来的 前任的处长 那处长 处长这件事情干你什么事 是你们决定同意要去原住民地区的吗 这个现在是在 这个选址还没有确定 但是在选址之前 一定要先做地址 地址专刊 你知不知道原机法21条是什么 之前我并不是很了解 我现在告诉你好不好 政府机关跟私营或是学术单位到原住民族地区要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必须征询原住民的同意跟咨询 你们这个两个部分都没有去同意跟咨询你们就去探勘 你们是违法的 你们是违法的知不知道 秀林乡那个案子因为我刚 那个时候101年我刚到台电 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个 所以知道对不对 那为什么又犯同样的错误 你们当时在秀林乡的时候 本席带着你们去风景 然后跟我们当地的原住民用我们的模式去道歉 你们故技从事 花莲秀林乡不准你了 你又到南澳去 南澳里面又是同样的问题 原住民抗议后你们又封警 这什么意思啊 黄董事长 南澳现在没有做探勘的事情 胡扯 胡扯 对不对 还在这边骗人 部长 请董事长你先离开麦克风 不包围 我想这个我一定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到底有没有去打警这件事情 应该应该是可以验证的 部长你知道吗 当时花莲秀林乡的人就不断的跟台电抗议 台电说我没有挖井 那个地方呢是我要到我台电的公务的地区 所以你看到那么多车子没有 是我们的族人在那边守了三天三夜 拍了照片之后台电才承认的 你们台电专做这种高高某某的事情啊 部长您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 原住民族基本法 我们的公务人员要顺先违法呢 我要求你把你们选址条例的名单 麻烦一下给本席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非常严肃跟重要的事情 我准备到监察院去纠据你们 一个礼拜之内 你们的核后端什么委员会也好 只要违反了原住民的基本法 依照你这个主管单位 你要跟原住民道歉 同意吗 如果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我们当然要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接下来刘兆豪 刘兆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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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接下来庄瑞雄 庄瑞雄 庄瑞雄 我也不知道